其實很多陷阱 比如說看起來有打折 因為現在很多房地產的網站上 就是一副就是 原價一千萬 打七折只剩七百萬 感覺好像就去買那種打折屋 不是政府打發嗎 不是什麼 景氣不好嗎 所以直接去看那個打折屋 跟原價屋 那原價就不要看 就看打折屋 可是通常打折屋 我去看那個打折屋的東西 都是很爛的裝潢 防止鬧鬼的 地段不好 或是坐下很糟糕 這些問題 所以他就是把開架 拉高 再給你打折 所以其實根本就是原價而已 嘿嘿是不是 嘿嘿 再來裝潢是垃圾屋 就是很多裝潢 裝潢是垃圾屋 你看那個裝潢啊 看起來像是原木 什麼原木的桌子啦 什麼皮沙發啦 結果你一看 我一看就是 然後那個原木就是貼皮啊 可是他會跟你講說 比如說我們做這場沙發 說這一場五十萬啦 全歐洲的 進口的啦 Benz的啦 全台灣只有這一座 全台灣就這一組啦 那個台中的豪宅都這一組 結果就是爛東西啊 你懂我意思嗎 可是看得懂就看得懂 看不懂就看不懂 所以我看那些房子 很多看起來很漂亮的 其實都是 都是很廉價的裝潢 可是他屋主就說 這個裝潢只兩百萬 三百萬 也是先碰碰起來 如果你不喜歡 他就一毛不直 對 可是真的 沒有他要考你說 你看懂不懂 你如果不懂 他就賺到錢 如果你懂的話 他就賺不到你的錢 再來事業限公司 就是你如果常去找房仲買房子啊 女生就會請他那個長輩來問候大家 而且那個長輩不會直接問候 因為高級的問候就是 就是這是什麼 筆對不對 哎呀 我撿就好 我撿 當然是我撿 我已經撿了 對啊 事業限 我成交了 他看到了對不對 哎呀 我又掉了 那我 請你撿 你要不要撿一下 那你撿了 現在你可以撿了 那你要對著我還 你看 他一直看到我什麼東西 你懂嗎 事業限公司 我都沒遇過這種的 這女仲介比較可以 擅長用這招 男生也可以 男生也可以 男生不會掉筆 因為太直接 就是 阿爾來我幫你脫鞋子 那個是脫鞋來請穿 他就跪下來幫你穿鞋子 哇塞 你老公有沒有講過 沒有 See 這是服務啊 這是服務啊 你都沒有被服務到對不對 我沒有 上次有一個中介阿姨 他跟我說 要給我拿一下好不好 阿姨有東西 要給我用一下 阿姨嘛 你要說阿姨 我要不要努力 你告訴我 除非我跟他明講 你就這樣講阿姨 我要不要努力 你問他阿姨 我要不要努力 他說當然愛啊 你知道吼 阿有沒有拖鞋 他就拿過來了 不是我說 不一定要學這招 不要學這招 可是其實喔 這告訴你有一些陷阱 其實你可以跳過 浪鬼 不要看他 因為不看才是對的 所以你沒有被陷阱到 太好了 你阿姨 你那會騙對不對 是不是 假客人喔 因為真的是 我遇過 你遇過 我很生氣 看一個房子 十組塞滿房間 真的 我就告訴他說 我就是要單獨看 因為我也是對不對 有人會認得我嗎 好歹也是公眾人物 然後呢 一去以後 馬上後面跟著來了 兩次三次以後 我就不跟這個中介看了 所以啊 討厭喔 真的 然後那都是假的耶 假的 那現在都要暗裝 暗裝 假裝是真的 可是是假的 他就是要一個亂相 讓你知道 明天可能就賣掉了 沒有 他就說 你看那對夫妻啊 因為他姐 其實我跟你說真的 他們那對夫妻已經開了四次了 他們今天已經要談價格了 而且他們 從美國回來的 對 明天就要回去了 對 如果你真的可以的話 我中間可以幫你攔截 你看吧 租房的其實也是這樣 我租房的有遇過 對 好 假客人公司 是 不要再演了 我們都看穿了 好不好 我們沒有演 是真的 你看他的美國護照 給你看一下 還搞不好真的變給你看喔 因為這個護照也可以造假 煩死了 可不可以讓人好好看房子 好不好 好 還有陷阱是 尤其是 尤其是 尤其是最容易 掩滅所有證據的東西 因為把它漆蓋乾乾淨淨白白的 你就看得到 你喔 全新很漂亮 對 所以你都不知道那是什麼東西 那 刺鼻位是可以掩帶所有的問題 比如說曾經燒過炭啦 火災過啦 或是那個馬桶 就是他那個廁所的管道不好 很臭的啦 他都會用 故意用很刺鼻的東西 給你吃過一遍 可是這樣不對啊 他這樣蓋過去的話 之後如果發現 那個是已經發生過事情的 之後不知道懲罰嗎 我們不知道耶 那個我們也不知道啊 我也不知道 我也是受害者啊 對啊 我也是受害者啊 我們沒有聽說過耶 我們住這裡好好的 你聽誰說的 對啊 好奇怪喔 你這個人藝人 公開人事都可以亂講話嗎 樓上講的啊 樓下講的啊 樓上敢出來這樣作證嗎 喔 樓上說沒什麼事情 你要合理懷疑 那就只能這樣囉 是 對啊 天啊 所以你遇到那種刺鼻的 可是有些人很喜歡 我那個刺鼻的甲犬 會覺得 啊 新廚味怎麼這麼爽啊 自我催眠了 你要知道 這個就是障眼法 對那是有的問題 還有窗邊小疙瘩 這個也是陷阱啊 是 因為很多投資客的房子 比如說他已經有避癌了 那已經漏水了 然後在窗屋旁邊 不是爛爛的嗎 他就不尻掉 直接噴漆 所以他就會一些疙瘩 不均勻 所以你就摸一下窗邊 就知道說這房間 過去以前是不是漏過水 然後有沒有認真修過 一點點像那個小粉刺而已喔 一摸有就表示以前你有問題 有就代表他還會持續對不對 不是他就是以前有粉刺 他沒有清掉 直接油漆上去而已 那爛在裡面 他只是漏啊 過了半年 他就馬上要撥起來 這都是一個拉皮的 蓋過的 對 尤其你的房子如果比較潮濕 或者是就很多那個 避癌的問題 他先粉刷嘛 看不到嘛 好這些陷阱 大家參考一下 你就不要被騙 但是請注意喔 很多條件很好的喔 豪華第一排 為什麼會暗藏玄金呢 因為我想到淡水 就想到豪華第一排 就想到海景第一排 對對對 你們叫海景嗎 我叫海景 可是我不是第一排 我是第十幾排 那第十的怎麼看得到海景 我是最高的啊 然後呢這樣子看 有縫啊 我們那邊有全部蓋滿 就歡迎買縫吧 買縫 買縫 那個海景 看得到海景 說來看我們叫海景第一排 海景第一排 海風吹過來 一定都是香帶的啊 好 所以海景第一排就是 鹽風特別凶狠 對 然後你的家具 家電不能用太好了 因為那個鹽吹吹吹吹 你的電器都壞掉 所以你不能用什麼 HITACH啦 什麼SONY啦 那種最頂級的家電都不要用 都用了 要不然就屋子一直在廚師 反正就一直換就好了嘛 沒關係啊 也不是 我你要換一台嗎 我很缺人 你很缺人 怎麼會有 所以我那個啊 窗戶沒開啊 我親密窗 那那個室外機怎麼辦 室外機的話 大家大樓一起 沒有啦 室外機我不知道 我們那沒有那麼多風 來來來 出來海景第一排是 暗場玄機 捷運第一排有什麼不好 你們家有捷運第一排嗎 我們家沒有 好 因為有很多捷運第一排 捷運比如說軌道啦 因為淡水 淡海興自鎮 除了有聲音之外 就是人家的賞景第一排 坐著輕軌 然後拿著相機 所有的第一排的房子 全部都沒看到 你就成為別人的景象之一 啊 沒穿過啊 香蕉咩 這樣子過去的 不會啦 怎麼大家都知道我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說 因為它的風水也不好 因為那個電磁波嘛 對身體也是不好 然後在公園第一排 很棒對不對 好棒啊 適合招九晚五的人 可是如果你不是招九晚五 你就戲啊 因為有些公園第一排 吧 早上八點有沒有 啊 咦哦咦哦 卡拉OK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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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 整天喔 所以公園第一排噪音跟著來這樣 真的啊 因為我去看過一個北朝的房子真的會抓狗欸 鳥嶼花香創意打開那個製造一個噁心到死你知道嗎 所以那房子沒有人要買 那只適合早九晚午早上一下子就出門的那種 怎麼吵都可以 最後還有一個第一排 學區第一排 你不要覺得學校很好 就是一樣 招腳彎舞可以 可是如果不是招腳彎舞的人 尤其是如果遇到學校的操場 感覺很開口對不對 可是每一個小時就會接 教務處報告 教務處報告 香蕉趕快過來 一個小時 十分鐘過去了 然後又安靜了 然後每個小時再來一次這樣子 都有上體育課好開心的小朋友們 超多 就是你正能量可以啦 當中正能量 可是如果你要安靜的話 就不適合 好 這些條件提供大家不要去採到這些坑